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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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那人说 好 谢谢 经文里所叙述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故事表面看起来也很容易懂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神在这里要我们明白 到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 到底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 让我们先从了解一点点的背景开始 首先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 提到了这位回来感谢耶稣基督的人时 特别在十六节里面指出 他是撒玛利亚人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我们要知道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自古以来 是互相仇视的 彼此是不相往来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撒玛利亚 是祖前722年 当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以后 有外来的外邦人和当地的犹太人 通婚产生的后代 他们血统上面来说是混杂的 他们的文化上面来说是混杂的 他们的信仰也是混杂的 这些都是那些自以为 纯正洁净的犹太人所看不起的 耶稣时代的约旦河西边是巴勒斯坦 主要分为三个地区 这个地图上面给了大家几个圈圈 北边的是加利利 中间的是撒玛利亚 南边的是犹大 如果要从加利利地区 往返犹大地区的话 犹太人通常都是宁愿绕远路 也就是靠更东边的 约旦河边的这条路 就像左边的这个图所示的 也不肯经过撒玛利亚 然而主耶稣基督 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 都常常有计划的 会经过会穿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就像右边这个图所显示的 还记得耶稣到雅各井旁边 与撒玛利亚妇人谈永生之道那件事情吗 那件事情就是耶稣从南边的犹大地区 前往北边的加利利地区的时候 刻意选择经过耶路撒兰 而发生了一件事情 总之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习惯 没有人要从加利利到犹大时 会故意地经过加利利和撒玛利亚之间 交界的这个交界区的 但是很特别的 耶稣和门徒这次就是偏偏有益地 要经过这个地方 谈了撒玛利亚这个地区 再谈谈麻风病这个病 麻风病在耶稣那个时代 是一个很可怕的皮肤的传染病 你们有谁见过麻风病人吗 我猜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 没有见过麻风病 但是我在Google上面有找到照片 但是实在很可怕 所以我决定不放给大家看 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很高 然后非常难医治的皮肤病 它会让病人的皮肤 先从表面开始腐烂 然后慢慢地往深处地去侵蚀 最后到手指头 脚指头都会脱落 甚至鼻子也会脱落 导致整个脸部的变形 我觉得最可怕的部分 其实是在这些的器官 手指头脚指头 甚至鼻子的脱落 事实上经常是病人自己弄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麻风病已经让他们的神经 失去了功用 失去了那个痛的那个感觉 所以当他们在剥自己的肉 剥自己的皮肉的时候 他们自己是毫无感觉的 其实照摩西记载在 立位记十三章跟十四章的律法 麻风病患者必须要被隔离 因为这是传染性极高的 他们要远离社区 远离亲人 不管他们走到哪里 他们还要蒙着上唇 大声地叫着说 不接近了 不接近了 他们要喊叫的用意 当然是要让人知道 附近有麻风病人在 不要接近他 还有律法也规定 要祭司要负起 监督人民健康的这个责任 特别在这件事情上面 祭司有责任 把麻风病人 移到营外去隔离 同样的 如果这个人麻风病好了 他也要到祭司那里去检查 祭司说接近了 他才可以解除隔离 才可以回到社区里面去 麻风病从圣经的观点来看 不单单是一种很严重 又很不容易医治的 皮肤性的传染病而已 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 麻风病其实也是神 对罪的一种审判 跟一种刑罚 其中有一个案例 就记载在明书记的十二章 一到十六节 就是我们知道的神人摩西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他因为不满 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 而去挑战摩西的权威 神就让米利安因此长了大麻风 最后还是摩西自己为他的祷告 神才使大麻风离开了他的姐姐 那还有一个例子 是记载在《猎王记》下午第五章 也就是以利沙的仆人 叫做基哈西 因为他贪恋亚兰的大将军 乃曼的贵重的礼物 私自拿了这些礼物 而被以利沙责罚 责罚的下场就是他长了大麻风 这些都显示麻风病 也可以是神对罪的一种审判 跟刑罚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在面对大麻风病患的时候 祭司 这个在神的殿里面 负责侍奉神的这一群特别的人 祭司 某种程度上 他担任着医生的角色 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 很微妙的一个提醒 他要我们记得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 其实灵性和身体的医治 在意义上面 其实是很类似的 就像大麻风是一种很难医治 也很容易传染的病症一样 我们在灵性上面的罪 也是会传染 会伤害人 会使人与神与亲人与朋友隔绝 所以人的罪 事实上在灵性上面 是难治之症 这个是后话 等一下我们会再多谈一些 最后还有一点 关于大麻风的 就是从经文的一些 蛛丝马迹里面 我们可以假设 加利利的犹太麻风病人 这是犹太人 跟住在萨玛利亚的 萨玛利亚的麻风病人 虽然因为他们的血统 跟信仰的差异 刚刚提过 一般是不相往来的 但是却因为都得了麻风病 而同病相连 一起被赶到两个区 边界的这个村庄里面 远离人群 他们是混居在一起的 事实上基本上都成了 麻风村的村民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这似乎又提醒我们 不论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当我们在面临 罪的影响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样 毫无能力 都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也可以说 我们都是同病相连的 我想看完这几个经文的 重要的背景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仔细地看看 这些经文的内容 有圣经的话 麻烦请大家再翻回 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 让我们起来 再一段一段地来看 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我再帮大家读一次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他进入了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 父子可怜我们吧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每次要经过撒玛利亚 都有他的目的 都有他的原因 他这一次是要从加利利 到耶路撒冷去 他要去耶路撒冷干嘛 大家记不记得 或知不知道 猜猜看 他要预备上十字架了 这次 而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前 在上十字架 这么重要的这件事工 要即将要到来之前 他特意地经过加利利 和撒玛利亚 两个区的边界 这个有麻风病患的一个村庄 一定有他的目的 跟他的意义 我想这一段的记载 证明了一件事情 证明了这是基督 耶稣有计划 有目的的 也是他主动的一个决定 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 神的作为 不管是他施行医治也好 还是其他的事情也好 都是神主动的 都是神早有计划的 耶稣特意选择走这条路 绝对是神的计划当中的 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 医治这些麻风病人 不是因为他刚好路过这个地方 又刚刚好听到他们的呼求 刚刚好碰上了 所以才做这件事情 这是神的主动的计划 而且是神的怜悯在先 人的呼求在后 请大家记得这句话 神的怜悯在先 人的呼求在后 这些麻风病人 一定听过主耶稣 医病 赶鬼 用大能行神迹的这些事迹 然而他们应该也知道 自己是不配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喊叫的时候是说 可怜我们吧 我想英文的翻译 可能更清楚一点 英文是说 have mercy on us 也就是他们跟耶稣求施怜悯 我们讲到怜悯 或者mercy这个字 他想要表达的重点 就是免了他们原本 应该要受的刑罚 所以根据这些人 大声呼喊 耶稣可怜我们吧 这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猜想 这些人除了相信 耶稣基督可以医治 他们的病之外 他们其实也知道 他们是罪有应得 其实是不配医治的 所以他们唯一能够指望的 就是寻求神的怜悯 那耶稣的反应呢 第十四节 耶稣 第十四节说 耶稣看见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 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耶稣 以往在加利利 也曾经医好过 许多的麻风病人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读 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路加福音之前的第五章 都有记载 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治麻风病 他并没有按照 什么样一种 一尘不变固定的方式 去治病 例如曾经有一个 长大麻风病的人 他是不顾一切的 冲到人群当中 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接下来的圣经记载 耶稣做了一件事 耶稣伸手摸他 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 那这个人的大麻风 立刻就洁净了 在那个例子里面 耶稣是透过伸手摸他 医治了他的麻风病 可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这对经文 这十个人在求耶稣 医治的时候 耶稣却只有说 你们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我想大概是因为 他们跟耶稣的距离 比较远吧 所以耶稣没有去伸手摸他们 只是吩咐他们 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重点是 耶稣连帮他们把个脉 帮他们涂个药都没有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十个人就乖乖地听话 要去给耶稣 应该也有所谓的 同侪之间的压力 或者存在侥幸的心理 有的人可能会想 既然大家都说要去 那就去吧 有些人也许心里面想 反正去了也没有损失 就去试试看吧 不论这十个人 是为了什么原因 做了这件事情 我相信耶稣或多或少 都是在考验他们的信心 因为我在想 他们如果毫无信心的话 应该会死打蛮缠地 要耶稣至少摸他们一下吧 或者说搞不好说 会觉得耶稣 你就讲这么一句话 实在有一点匪夷所思 我想还是算了吧 不要费那么大的劲了 免得白跑一趟还闹笑话 真的是如此的话 说不定他们的大麻疯 就不会得到痊愈 得到洁净了 当然这是我的猜想 不管怎么样 事实上是这十个麻疯病人 主耶稣让他们遇见 也听了他们的呼求 并且亲自对他们说话 但是关键是 当他们凭着信心 踏出去这一步 十四节说 他们正去的时候 代表他们真的去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看见 身上原本跟鳞片一样的溃烂 剥落的肉 慢慢慢慢地合起来了 而且原来早就已经变成白色的皮肤 也慢慢地恢复正常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得了医治 得了捷径 弟兄姐妹 这里我们要想到 一件事情 那就是凭信心 听从主的话而行 这是蒙福的秘诀 也是上帝 看见上帝奇妙作为的开端 不管我们的信心 有多大 还是多小 只要我们肯顺服 只要我们肯跨出去 神就会开始工作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这十个人 无论如何 他们都凭着他们的信心 走了出去 他们很明显地 也都得了医治 但是得了医治以后呢 却有非常不同的反应 第十五节说 内中有一个 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 感谢他 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尝试在我的脑海里面 具象化 形象化当时这个场景 这个撒玛利亚人 跟其他九个人 一起往祭司那里去走 突然间发现 他的肉合起来了 发现他的皮肤的颜色 变正常了 发觉他这个很久 没有感觉的手指头 又开始有感觉了 他立刻就想到 是耶稣那一句话 把他给治好了 所以他毫不怀疑 没有悬念的 就马上想到 要赶回去 要当面谢谢耶稣 我想在其他的九个人 可能都还在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在怀疑 这到底是真是假的 这个时候 这一个撒玛利亚人 早已经使劲地往回跑 直到他看到了耶稣 他才兴奋地 大声地归荣耀与神 并且 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感谢他 你留意到 这个人之前 跟之后的差别吗 这个撒玛利亚人 在不久前 还只敢远远地站着 高声地呼求 不敢靠近耶稣 他现在却是大胆地 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感谢他 同时他还大声地 归荣耀与上帝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得到洁净了 刚才说 凭耶稣的那句话 就去找祭司查看 要靠信心 我想这里 他不用等祭司的鉴定 就相信自己 已经得到洁净了 也是要靠信心 他不在乎 他得医治 是真是假 他不担心 别人会不会制止他 他不担心会不会丢人 他就大胆地 跑到耶稣跟前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从接下来 在耶稣的谈话中间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点 他这种 平信心的顺从 事实上 是神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像 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知道自己 蒙了神的恩典 就要勇敢地 在众人的面前 大声地赞美神 归荣耀给神 你们可以一起 跟我想想 是不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赞美神 在归荣耀给神的 这件事情上面 事实上是蛮迟疑的 甚至有的时候 是很吝啬的 好像别人听了 我们的见证 会觉得我们很傻 还是很迷信似的 坦白说 我自己也很少 公开地见证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有的时候 我还觉得 这么小的事情 这小case 有什么好夸耀的 我记得 我还有一次 想要分享神 医治我的家人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 万一 他的病 没有真正的好 后来又犯了 怎么办 不是让神很丢脸吗 你说说看 这种信心 会讨神的喜悦吗 从这个 撒玛利亚人的例子 我们看到 是一个单纯的信心 他相信神医治了他 他就是相信 神医治了他 他要感谢主 他就到着 主面前去感谢他 他想要 福福敬拜 他就去 福福敬拜 他想要赞美 他就大声地赞美 如果这个例子 还不够的话 你还记得 主耶稣在 加利利海的对面 有个地方叫 格拉森 曾经遇见 一个被鬼附的人 后来 耶稣把鬼 赶到猪群里的 那件事情吗 那个被鬼附的人 复原之后 希望跟随耶稣 但耶稣 不要他 跟着他们 反而要他 回家去 到你亲主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这记载在 马可福音的 第五章十九的 这段经文 弟兄姐妹 凭信心 看到神的作为 凭信心 回应神的恩典 凭信心 赞美神的作为 最后 凭信心 把荣耀归于神 这些正是 我们要从这个例子里面 学到的 这也是主 要我们做的 我盼望我们今天 都要切记 不要把神的恩典 当成是自然而然的 不要把神的医治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看完了 这个好的榜样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另外九个坏的榜样 十七节说 十七节耶稣说 捷径了 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 归荣耀于神吗 根据经文的记载 我相信这十个人 当时是一起求 耶稣的怜悯 也一起得到医治 也一起去给祭司查看 也很可能同时看见 自己得到洁净了 我猜想当中 可能有撒玛利亚人 但是多数的 应该都是犹太人 他们应该也是 因为有了信心 不管信心多少 就是那一点点的信心 让他们得了医治的 可是这九个人 为什么不回来感恩呢 虽然圣经 没有明明确确的记载 但我相信当中 有一种可能 就是其他的九位 看到了 只是自己身体的捷径 想到的 只是自己 马上就可以回家 马上就可以回到 人群当中 从此过着正常的生活了 他想到这些就兴奋 巴不得插翅 就飞到祭司的那里去 早早就把主的 恩典都抛到 九霄云外里面去了 懂得感恩的人 和不懂得感恩的人 在心态上面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懂得感恩的人 不光是看见自己 跟自己所拥有的 他还会看见 这一切 其实都是神所赐的 这位撒玛利亚的 麻风病人 他看见 他自己的麻风 得了捷径 他立刻就想到 是神机领导了他 接着他又联想到 这一定是神 怜悯了他 接着又想到 神一致的大能 领导了他 他还会想到 自己其实不配 神的恩典和怜悯的 你看 他的一点点的 正确的心态 引发了一连串的 正确的联想 让他自然而然的 想到了神 和神的恩典 所以他满心感谢 他什么都顾不上 就拔腿狂奔 回来要向这位 施恩的神 耶稣感恩 反过来说 看看那些 不懂得感恩的人 他们满脑子想的 都是自己 和自己所有的 哪里会想到 一切的福分 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恩典 其实都是自己 不配的呢 我猜想那九位 可能都是加利利人 虽然圣经 没有明确的写 我这么说 是因为第十八节里面 耶稣特别提到 除了这个外族人 这句话 似乎有意 要特别地指出 那一位 是撒玛利亚 这件事情的独特性 刚刚讲到了 背景的时候 已经提到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 这个互相中间 互不来往 主要是因为 撒玛利亚人 没有纯正的 以色列的血统 所以犹太人 一直瞧不起他们 这就让我联想到 以色列人 在属灵上面 看不起外邦人的 这件事 认为只有他们 有神的律法 只有他们是洁净 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 这种属灵上的骄傲 跟自以为意 不正是许多 犹太人蒙恩的绊脚石吗 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 我这边没有打出来 十一章十七节 告诉我们 犹太人 这些原本在 橄榄树上的树枝 被折下来 而另外一些 被称为野橄榄枝的 就是那些被 以色列人 所看不起的外邦人 反而被揭在橄榄树上面 一同享受 从橄榄树的根 提供的丰富的养分 罗马书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原本与神为敌的外邦人 反而成了神的子民 弟兄姐妹 我们从血统上来讲 都不是犹太人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可能 因为蒙了神的救赎 也犯这种骄傲 和自以为意的毛病 忘了自己原本 也不过就是一根野橄榄枝罢了 这么一个可怜的光景 刚刚请大家读 那个红字的经文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主耶稣在这里连连三个问句 洁净了的 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 从这个三个连环的问句里面 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 主耶稣对这些人 对这些很可能是犹太本族的人 他们不懂得感恩的这件事情 是耿耿于怀的 我们其实不用觉得讶异 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忌邪的神 忌邪是什么意思 忌邪其实就是嫉妒 就是jealous 请注意神不允许我们 不把他应得的荣耀归于他 特别是那些明白他的心意 特别是他的子民 我们都是外邦人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罪人 都是不洁净的 都是没有指望的 原本根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 更不要说能够成为神的家里的人 但我们却蒙了何等大的恩典 蒙了耶稣的救赎 做了神的儿女 如果神要我们感谢他 赞美他 敬拜他 侍奉他的时候 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做到了吗 最后一节 也是很关键的一节 就是第十九节 耶稣对那个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性救了你了 这十个麻风病患 因着他们的性 肉体上都得了医治 虽然有九个人 没有回来感恩 主耶稣也没有把他的医治 从他们身上收回来 可是当这位懂得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回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先送赞神 他然后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他把主耶稣与神连在一起了 显示出他体认到主耶稣是从神而来的 也承认主耶稣为他的主 弟兄姐妹 就是他这个性 让他不仅肉体得到了医治 他的灵也得到了医治 只有感恩的人 才能够从主那边领受更大的恩典 只有这个懂得感恩的撒玛利亚人 得到肉体跟心灵的完全的医治 耶稣说 起来走吧 你的性救了你 这句话 正式证明 这个人的灵魂也得救了 这是他独得的恩典 是另外那九个人没有的 那九个人得到的 不过是身体上的洁净 而他呢 他不但身体洁净了 他的灵魂也得到洁净了 弟兄姐妹 懂得感恩 就是对神的敬拜 我们必须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健康 物质上面的富足 我们的家人 朋友 教会 甚至我们永恒的救恩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神恩典的赐予 不是我们理所当然 应该要得到的 除非我们深切地体验 体验到这一点 否则我们就算蒙了神的恩典 充其量 也不过就像是另外那个九个人一样 得到了仅仅是次要的福分 却得不到神为我们所预备 更大的恩典 更全然的医治 让我们扪心自问 弟兄姐妹 我是那九个迷失的麻风病人当中的一个吗 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吗 当有人请我分享感恩的见证的时候 我是不是常常想不出要讲什么呢 然后挣扎了半天 勉勉强强地挤出一两句感恩的话 弟兄姐妹 我没有指责大家的意思 因为我自己 就是常常把神的恩典 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个例子 我也是常常忘了要向神感恩的一个例子 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那九个在哪里呢 为什么耶稣还在问这个 他明明就知道答案的问题呢 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 我们很容易在危机的时候呼求他 也很容易在安逸当中忘记了他 今年的感恩节你感谢了谁 你感谢了你的配偶吗 感谢了你的父母吗 感谢你的老师 还是感谢你的老板 还是感谢你的好朋友 还是你谁都没感谢 我想问问的是 你有没有真心地感谢那位 赐给我们生命与各样福分的天赋 我们可能向主说 主啊 等你医好了我的病 我再感谢你 等你帮助我 度过了我眼前的财务危机 我再感谢你 等你修补好了我跟我配偶 我跟我孩子 或者我父母的关系的时候 我再感谢你 等你让我找到了好的学校 好的工作 好的老婆 好的老公的时候 我再感谢你 如果我们对主的感谢 是根据他有没有给我们 我们那些想要的东西 来决定的话 你想主会怎么回答我们 我猜想我们的主会这样说 我把我的生命都舍给你了 使你有永生的盼望 这还不值得你向我感恩吗 罗马书第五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是神借着主耶稣 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弟兄姐妹 白白得到这样的恩典 还不值得我们感谢吗 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句里面 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是神在基督里 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的感恩让神得到荣耀 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诗篇五诗篇的二十三节 也提醒我们 凡以感谢献上为继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们无论碰到 什么样的境遇 不论我们的情况是好还是坏 如果我们都愿意 回来归荣耀给神 并且愿意俯伏在主的脚前 感谢他的话 那我们就会听到慈爱的主 向我们说 孩子啊 你的性使你痊愈了 我盼望今天的信息 能够再次提醒我们 要学习那个撒玛利亚人 我们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让我们不但身体得到主的医治 得着今生的福分 也能够得到主在永恒里面 赐过我们的生命和祝福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借着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常常喜乐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凡事谢恩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